我們聊一下準備總冠軍賽的什麼 其實還好就是一樣造成正常的步驟 就當作是要連續打三場 太陽很像的想法 也就是準備好每一場都會來對戰他們 然後看比賽啊 做排會啊 訓練 其實都很正常 就是沒有特別說 為了今天這場是總冠軍賽而做任何想法 所以已經很久沒打過比賽這個心情上 對啦 就是上一次打冠軍賽 上一次大學的時候 大學的時候打過一次多冠軍賽 然後就很久沒有打過比賽 所以這個心情上會有嗎 也要多 應該是說心情上 蠻複雜的 有各種樣的想法情緒 你說會興奮緊張 就是 其實都有 各種心情都有 但是我會就是盡量告訴自己 就是放輕鬆 然後用就是最好的狀態 放輕鬆去打 去面對這場比賽這樣 其實台中也是蠻PUF的 就是平常也是一個 對 對 做一些準備或設定的 呃 我覺得當然 首先就是 因為台中也是 呃 身體強度 然後比較屬於 就是有一個比較好的 中 呃 這一次比賽這個系列是最大關鍵 呃 我覺得因為 在我上一次比賽 到這一次比賽中 是間隔了一陣子 對 然後 自己在心態上 以及身體上的調整 呃 相對的就是很明顯 就像看上半場一樣 我的熱機有點慢 但是 就是盡可能的讓 做 在球場上做對的事情 來幫助球的 那當然 就像第三節 那有針對的時候 對方的弱勢 在不管是我跟X的臉上 有打點的位置 所以然後 那我們也就是說 找尋到最好的出手點 那當然也得到最好的小 對 那今天的比賽 就像前面大家有說的就是 真的是展現了很好的韌性 這種逆風戰績真的很難打 對 然後 大家真的是不放棄 然後慢慢的一分一分一球一球的把他追回來 然後最後 呃 壓過去分輸 然後保持了領先 那就是 希望中在下 下一次禮拜 我們在對到他們的時候 就是不用打得這麼辛苦 但是我們一樣都會保持 我們還是能風格 謝謝龍貓